黑糖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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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是玉璐姐 今天要分享黑糖馒头 其实我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外面的馒头 通常它们都很软 是机器馒头一压就扁了 比较没有嚼劲 第二个就是有些的黑糖馒头太香了 就是香的很不自然 所以呢要这好吃的黑糖馒头 其实自己动手做很简单 那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先来煮黑糖水 这个黑糖啊你不要用搅拌的 为什么你看一下 像这种黑糖它里头会有这种很硬的 这种颗粒你用搅的搅不开 所以我们要用煮的 把它煮融 这个水是面粉的一半 再多一点点 现在把它打开先把它煮滚煮融 你看 这个糖都已经溶解了 为什么要用黑糖 就是黑糖它的颜色比较漂亮 而且它做起来的馒头也会比较香 放凉备用 现在我们来处理面团了 这个是中筋面粉 里面呢加一点点盐 加了盐以后才不会死甜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甜馒头 然后再来这个是酵母粉 先把它搅拌一下 好接着呢 刚才这个糖水一定要彻底放凉 如果这个水温太高的话 那个酵母就会被烫死掉 好就把它全部倒进来 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个馒头 它是比较有嚼劲的 所以这个面团它是一个硬面团 好就不像外面那种 机器馒头很软的那种软面团 先把这个搅匀 接着我们就把它移到案板上 这样子比较好揉 你看现在这个这样子是棉絮状 这个时候先这样子 好 感觉蛮干的 对 好我们先这样子 把它称一下 这样它筋性比较好 就很像洗衣服 好其实我们做很多那个面团 在揉面的一开始都是这个步骤 这个很重要 好这样压出来的面啊 才会有筋性 好这样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开始收成团了 好收成面团以后 你看我的手把 你就是把它 用长条形的这种方式这样压 用这个手掌 身体离这个案板远一点 用这个手掌用力的压它 其实很多人以为馒头很简单 其实馒头是最难做的 好因为它要揉得很光滑 然后又要很有嚼劲 其实真的是真功夫 包子啊 葱油饼那些都还要难 好 那我们先把它揉一会 好这样子 很有韵律感耶 对 应该可以放个音乐 跳discord 其实我们平常自己在做这些面点啊 然后要压这个的时候 我都是边听音乐边压 然后你就觉得很舒压 还蛮舒服的 大家如果有压面肌 这个部分你可以用压面肌来取代 那如果是要减肥的话 其实真的多做一些面食 要花体力 老婆等一下帮你放音乐 不用 玩国歌 应该是等一下你来的时候 对 其实很多人馒头做不成功 最主要是你揉面的时候 没有揉到位 就是它的面团还是颗粒 你没有揉好 然后你就拿去做成整形 这样子你蒸的时候 它就会扒不起来 馒头就会变得皱巴巴的 所以这个揉面的时候 真的要花一点点时间 这样子 你揉成一个长条以后 就可以再对着 然后再继续揉 自己揉的皱巴巴的也蛮很好吃 其实都很好吃 只是形状没那么漂亮 但是自己做的都很好吃 因为我们曾经连续做了 三个月的馒头每天做 那今天做的这个呢 就是有点升级版 就是加了红糖在里面 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做馒头 做到很有心得了 揉到像这种程度 然后它已经很光滑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收成一个面团 接着你看把它搓长以后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分切 看起来已经有点像甜馒头了 对 其实啊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切好以后 你就把它摆着 好这样子它发酵起来 蒸起来的馒头就是这种方的 对 那我们现在要做成三多馒头 所以我要把它滚圆 好还没有滚的那个先把它盖起来 才不会干掉 好一个一个处理 先取一个这个面胚 好用这个手掌的地方把它往下压 压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这一边是光面 我们先把它初步的整成一个圆形 好用这个地方这样子卷 好卷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小圆球 这样子先把它照顺序摆着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做第二次的整形 现在呢这个小圆球 基本上已经先处理完一遍了 那我们就拿刚才第一个处理好的 其实你看这旁边都还有一些纹路 好我们现在要把它进行第二次的整形 这个要盖着它才不会干掉 好这一面是最光滑 这一面朝下 下面是我们收口的地方 那你看一样用这个地方把它往前推 那推了以后 你看刚才光面就在这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边边的这些 尽量往中间收 不要再一直去乱揉它 你在乱揉的话 它的那个整个筋性就乱掉了 就会变皱巴巴的 所以很多的馒头做不光滑 就是因为一直乱揉 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转 这个面一直都在最上面 好就是用这个地方 把下面的这个地方把它收紧 收起来 馒头也蛮麻烦的 揉不够不光滑 对 揉过头了也不行 对揉过头的它也会皱皱的 下面这个地方你就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后表面是这样子 好你就把它转一转 这样基本上这样一个面胚就完成了 好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着 好 示范一个 你看这上面有刚才的压痕 这个是下面 好这样子压 压了以后表面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注意看哦 这个光面一直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好不要再去搓揉它 就是让它保持这个光面 好我们现在的要做的只是把这个口收起来 这样子 好动作要快 因为你动作太慢的话 它等一下发起来以后 里头很多的空气你就不好揉 好这样子 这个也完成了 这样 我们现在要来发酵了 这边我烧了一个水 你看它的水有稍微一点点冒烟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关火了 这样子的水温就是有一点点烫 但是不能太烫哦 这个馒头 我已经都整形好了 先把它放上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就是你现在拿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拿起来是沉的 就是很实 好我们现在要等它发酵 让它抛起来 接着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就是利用这个热气帮助它的发酵 因为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你发酵很久 因为温度太低它都发不起来 那用这种自制的这种发酵箱的话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我们先等它一下 现在等了30分钟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哦 你看其实时间不是绝对 你现在拿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轻飘飘的 然后有一点点空气的声音 然后你这样压 你可以感觉它不是很实 它已经很柔软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代表它已经发酵好了 好所以时间不是绝对 还是要看状况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水把它烧热 把它先烧滚 现在水已经烧滚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上锅 就是确定发酵都已经发好了 我们再大火一次把它蒸熟定型 那现在锅盖盖起来 大火蒸15分钟 哇整个房子都是红糖的香味 现在实际已经到了 先关火 先不要开盖 不然温差太大的话 那个馒头会塌掉 先等五分钟 开盖 哇超漂亮的 很香的那个黑糖味 哇赶快来试吃了 看一下自己做的馒头就是不一样 哇 哇 你看 哇 这样子剥你就知道这个超级筋道的 来试吃一口 哇 嗯 好Q喔 而且它的那个是非常弹牙的Q 我现在在咬的时候就可以吃到那个黑糖的香味 还有面香味 越嚼越香 其实这种黑糖馒头自己做 真的跟外面卖的差很多很多 其实很简单 大家试做看看 有任何问题 我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